大家都知道作为我国的新锐全能型战舰055自诞生这日起就赢得了外界不少的目光 055的满载排水量至少有1.3万吨 甚至有说法认为1.35万吨都打不住 恐怕会在1.4万吨级上下 当今同类战舰只有三艘滴滴界1000确定比它大 美国海军皆将055定位为轻巡洋舰 当然这个也是二战以后的标准 如果说当前的05勉强继续归类为大型神盾驱逐舰的话 那么如此强悍的战舰能不能在我国正式获得巡洋舰的地位呢 答案是不能 虽然05A和现在05一样可以达到巡洋舰的标准 但是还得看实用国如何划分 我们前面讲过的德国计划建造的F126级军舰已经达到万吨级别 却仍是护卫舰连驱逐舰都不是 并且需满足巡洋舰的外在条件就不具备 因为如果我国三万吨级的全电半潜全能舰会在十年之内开始建造 并且逐步上批量 其次当下的航母两栖登陆舰已经规定都以省级单位命名 加上三万吨级全电半潜全能舰 于是很难再拿出多余的名额给不到两万吨级的其他舰艇 还有一点就懂才不漏腹 大国更应该低调 毕竟很多国家基督性是十分强的 比如满世界打压世界第二的美国 那真是只许自家放火或不许他人点灯吧 见不得别人一点好 关于055巡洋舰 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 喜欢的朋友记得转发点赞关注我们